我们这个圆屏贴包机安装 首先跟你说一下 这个透明盘这里有个这边是带槽的 这边是不带槽的 带槽的装在里面 不带槽的装在外面 然后两个把标签卡紧 卡紧了以后 这里三个螺丝把它固定起来 然后标签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 走过来以后 走到这个槽里面 从槽里面穿过 这个位置到下面都是没标签的 然后从下面 这里有个小轮子的下面走过 走上来 走上来以后 这里走上来以后 从这个下面走过 从这里往下拉 下拉了以后 从这个黑色的轮子这里进去 再从黑色的轮子下面出来 出来以后 我们要拉着 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拉着看一下 这个位置 一直到后面一大捡标签 这里要是一条直线 要一条直线 以后 把下面这两颗螺丝把它上进 这里有颗螺丝 另外一头也有颗螺丝 用力就是说 一样把它上进 然后就 热情就安装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 开始就是说 测试标签 然后我们先把瓶子 放在上面 调整一下这三个轮子 调整的时候 把电源关掉 电源关掉 关掉以后 你看 这个轮子刚好这么大 大小嘛 它要调这个轮子和这个轮子 等于是这个放在上面 刚好这个瓶子和这个标签 挨住这里 就是说不能太矮 也不能就是说 把它架起很高 这样贴出来标签不平整 上面那个轮子 刚好就是说压住这个瓶子的最 最高点 然后就是接下来这里的 微动开关调整 这个螺丝 就是说我们把它调整 长一点 然后它刚好顶住这个开关 不能太长 太长了 顶一下 它就是说把开关给顶坏了 还有这里没有放瓶子的时候 不能压开关 不能压轮子 压的时候 你把这个开关 会把它顶裂掉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测试 开始就说测试一下机器 机器打开以后 我们传感器 一般出厂的时候 带的标签都是设置好的 我们就说先贴一个标签 你知道吗 手按一下这个微动开关 它往前面走 好 现在标签不会停 我们把它关掉 来设定一下标签 怎么设定呢 我们这个 这里有个红色的光 红色的光 我们现在 先要它对着标签的底纸 对着底纸的时候 数字显示是2000多 2000多现在 就是说它不透光 我们现在把它就是说 调整 调整一下 我们按道理说 这里 红光照着下面的底纸的时候 这个感应器的数字 要显示 4000以上 所以说我们怎么调整 把这个螺丝松掉 把这个线啊 往下面按一下 增加上线和下面线之间的距离 然后我们调好了以后 按下SET 按两下它会闪烁 等停止的时候 它这里传感器已经设定好了 我们这里可以就是说 把这个标签啊 把它再放回这个红光挡住 在标签的时候显示是600多 拿掉的时候显示是3000多 这样就说它刚好到标签和标签之间的间隙 看到这个空白了 它就会停止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就看 然后现在就停止了 好 我们这个标签设定 现在已经调好了 我再给你讲一遍 红光对着标签 标签的时候显示数字 就是说小于 小于2000 红光对着地址的时候 就是标签这些间隙的时候 小于4 就是大于4000 然后红光对着地址的时候 按一下这个SET键 连着按两下就设定好了 设定好了以后 设定好了以后 我们开始就是说 看这个位置出标长短 这样的话 等于是标出的太多了 第一张标签等完 第二张又出来一点点 我们现在就是调 这个叫光纤座 这个叫挡段杆 叫它就是说 延迟感应 延迟感应的 应该要早点感应 应该是早点感应 应该是望标签 这些红白在这里 往它的反方向 移动一点点 假如说你这里出的很多 就要多移动 然后你看我们 第二张标签贴出来 这里就少了 假如你要出这么长 你要往那边多移一点 假如说你要是 这张标签只出一半 那你要往这边多移一点 然后我们开始贴标 你看 刚才我们平时放在上面 这个位置还没底度开关 我们现在切出来的标签还好 我们现在切出来的标签还好 好